麦熟一响,龙口多凉,中国产量大省河南5月下旬遭遇多年来少有的烂长雨,给麦收带来不利影响 天气放行之后,河南多地展开小麦抢收站,希望在新一轮降雨来临前,尽可能多抢收小麦 6月2日,天气阴晨,记着赶往河南第一产量大市,周口途中看到,沿途的小麦都已成熟 不时有收割机穿梭在麦田里作业,在黄泛区农场,为了抢收小麦,农机手们日夜兼程 在周口市,福沟县,里吉村,重量大货,陆亭站正指挥四台收割机开足马力,争分多秒的抢收小麦 目前通过政府调配了四台收割机,正在抢收,估计明天下午这一切目的能结束 从6月1号开始,如今都进入大收割状态 我们现在所有的收割机基本上没有停,接着目前估计收割了有156M到20M左右 要全部完成这个收割之后,大概在一星期 同样忙碌的场景也在筑马店、平顶山、许昌等地上演 其中,西平县108万亩小麦陆续承受 当地抢抓与鞋间隙,加紧收割 调用联合收割机2300多台,全力以赴投入下粮抢收 为切实做好抢收、抢晒、抢重工作 当地还投入170多台打捆机,超3000台还钱机 和70余台粮食烘干设备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 截至6月3日8时,河南省已收获小麦3721.8万亩 其中,玉南、南洋、信阳卖收基本结束 筑马店946.5万亩,州口4.5万亩 玉北新乡40.2万亩 据气象部门预测,6月3日至4日 河南将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 对河南卖收人而言,不希望小麦再经受雨的犀利 一场持不得等不得的抢收工作,正从南到北全面铺开 据了解,针对近期受阴雨天气影响受损的小麦 河南省要求各地政府分类做好收购 严防不合格粮食流入口粮市场 最大限度维护重粮农民利益